自从2020年宣布辞去英国王室高级职务 离开王室后 梅根·马克尔与她丈夫哈利王子 一直活跃在公开场合 多次参加各种电视访谈节目 公开发布一些关于英国王室的言辞 梅根·马克尔很多关于英国王室的言论 实际上对英国王室有着不利的影响 很多时候 把英国王室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比如梅根·马克尔曾经公开提及 自己在英国王室生活期间 遭到其他王室成员的不好对待 哈利王子甚至直言不讳 声称英国王室应该向自己的妻子道歉 由于梅根·马克尔的对英国王室的各种负面言辞 已经严重影响英国王室的公众形象 因此英国王室决定采取行动 对梅根动手 采取限制措施 据英媒在当地时间11月16日发布的一篇报道 英国王室对梅根·马克尔今后参加各种电视节目 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限制梅根让他不能为所欲为 发表各种不利于英国王室的言辞 实际上 如果你足够细心 你会发现 限制梅根与哈里已经越来越少在接受公开采访时候 谈及英国王室了 更多是谈他们自己与及其儿女们的事情 在10月份 梅根在月接受电视节目综艺采访时 她还公开谈到了她和哈里是如何将他们的孩子 阿奇和莉莉贝特培养成多为有趣善良 有创造力的人的 并谈到了如何他们决定自己踏上舞台成为演员 她将如何帮助他们 在她坐下来聊天时 梅根曾透露 如果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她会很高兴他们能采取行动 尽管许多名人父母都会阻止孩子从事演艺事业 但梅根透露 她感觉不一样 她支持自己的孩子们从事演艺事业进入娱乐圈 她解释道 当你为人父母时 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 找到能带给他们完全快乐的东西 很明显 他们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是遗产传统的一部分 是一个有其他期望的家庭 然而梅根接着表示 她知道如果她帮助他们进入到这个行业 会受到批评 她说 有太多人会谈论到 是什么为我的孩子打开了大门 但这仍然需要天赋和勇气 相比之前 梅根在公开场合言辞变得很谨慎 她不再发表一些非常尖锐 非常激烈地针对英国王室的言论 而是变得相对温和与稳重 更多是谈及关于自己家庭与自己个人的事情 当然 作为外人 我们无法得知 梅根现在之所以不经常在公开场合 发表针对王室的不利言辞 是因为王室针对她的限制措施起了作用 还是她自己个人内心想法发生一些变化 从而不再热衷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王室的不利言辞 如果梅根不再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针对英国王室的言辞 人们对她的关注度很自然会下降 她今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难过 因为失去了人们的关注 她靠什么赚钱呢 但总的来说 看到梅根与哈里能够与英国王室家庭变得和睦友好 改善双方关系也是一件好事 毕竟本来都是一家人 都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呢 对此事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发表评论 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对王室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带走了大英帝国最后一丝荣耀 查尔斯虽然继位为王 但是能力和为王根本比不上母亲 王室的口碑也直线下降 安妮公主出席国家公祭日 强忍着泪水悼念逝去的伊丽莎白女王 一夜白头真是令人揪心 恰逢女王逝世后的第一个公祭日 所有王室成员都表达哀思 送上自己的一份孝心 安妮公主在提姆劳伦斯爵士的陪同下亮相 参加了国家公祭日活动 一袭黑色军装庄严肃穆 但是从现场的公务照可以看出 72岁的安妮明显苍老了很多 状态跟从前根本没发比 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的时候 安妮永远都是骄纵任性的小公主 但是现在不得不改变自己 不光要承受丧母之痛 而且还要为哥哥的江山保驾护航 安妮公主一生获得了很多荣誉 十年前被女王授予上将军衔 成为王室军衔最高的女眷 先后担任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的总指挥官 加拿大军团的上校和皇家慈善机构赞助人 伊丽莎白女王的逝世 给安妮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丧母之痛至今都挥之不去 借着国家公祭日活动 安妮公主也顺便祭拜了一下女王 强忍着泪水实在是令人心疼 事实证明 安妮公主一直很想念母亲 想尽办法向女王致敬 献上最后一份孝心 这段时间安妮的情绪并不稳定 虽然出席公务的时候笑容满面 但是粉丝们却为她捏一把汗 之前安妮公主访问乌干达 一袭蓝色礼服出镜 将优雅和知性的一面 展露无遗 为了向伊丽莎白女王致敬 安妮公主专门佩戴蓝宝石胸针 表达对女王的思念之情 根据宫廷珠宝杂志爆料 这款胸针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 原本属于玛丽·菲奥多罗夫纳皇后 她去世后开始拍卖这款珠宝 上世纪30年代 玛丽女王以2375英镑的价格购入 玛丽女王过世之后 大部分珠宝由伊丽莎白女王继承 现在这款胸针属于安妮公主 不得不感慨安妮很孝顺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心里念的想的都是妈妈 72岁的安妮瞬间苍老 失去母亲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几乎一夜白头 曾经大英帝国最骄傲任性的公主 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安妮公主不光成为核心王室成员 而且还加入摄政团名单 查尔斯现在已经年迈 需要安妮充当自己的左膀右臂 兄妹俩齐心协力为王室服务 伊丽莎白女王人生中最后一刻 身边只有查尔斯和安妮 不得不感慨安妮公主内心详大 亲自签署了女王事事证明 并且原因还是寿终正寝 安妮是女王唯一的女儿 从小娇生惯养 无比任性 简直就是一个混世女魔王 经历了两段婚姻 人到晚年还是我行我素 但是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安妮公主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 现在的安妮状态很不好 尤其出席祭奠仪式的时候 整个人几乎快要哭出来 强忍着泪水令人心疼 父母先后离世 安妮公主的亲人越来越少 值得庆幸的一点是 安妮公主陪伴女王走完最后一段人生 尽职尽责守护着目前 女王妻下有四个孩子 只有安妮公主最难过伤心 果然女儿才是父母的小棉袄 安妮公主全程护送女王的灵鹫回来 在送别母亲的时候 还行了一个屈膝礼 很多王室粉丝都泪目了 直到现在安妮公主还是难眼悲伤 很难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 查尔斯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室内又外患不断 就连亲儿子哈里也背叛自己 诺大的王室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 这个时候安妮公主挺身而出 亲自为哥哥保驾护航 其实安妮公主也已经72岁 早已到了应该退休的年龄 但是还是放心不下查尔斯 因此安妮答应加入摄政团 甚至需要连轴转出席公务 不得不感慨安妮公主很孝顺 在英国的国家公祭日 向母亲表达自己的孝心 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作为子女同样也是这种感情 安妮公主是个坚强和独立的女性 感谢观看